大家好,我是郭杰瑞,我甚至在深圳 在美国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就是抓鬼师 他们的工作就是用高科技的方法,帮人看看他们的家里有没有鬼 然后和这些鬼聊一聊,问问他们有什么诉求 抓鬼师用的高科技产品叫鬼混探次器,主要是两种 一,EMF探次器在美国卖30美元 这个东西本来是用来自市场的,在深圳吃100人民币 但是抓鬼师认为鬼也会影响市场,所以用它 二,声音感应器,在美国卖是80美元 但是其实就是一个收音器,在深圳就是要200人民币 抓鬼师认为鬼通过收音机和人讲话 这个现场叫Electronic Voice Phenomenon,所以用它 那现在已经是晚上,然后我们在公园里 我们要看看抓鬼的产品好不好用 我们先用这个磁,磁场的抓鬼师说 如果这个突然倒红,那就说明磁场很大 那就是鬼来了 这个石头真的有问题,它真的倒红 这个真的好恐怖,我要走,我要走,我要走 那个石头真的很恐怖 抓到鬼以后,我们要用这个收音机 问鬼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要做什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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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说什么,啊? 关手 为了了解一下美国的抓鬼原力 我联系了一个Vivo的工程师朋友 我们要用他们的高科技实验室看看石头鬼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们公司的MSD实验室,这些电子屏蔽房主要是通过仪表来模拟R345G的信号 来保证手机交付在消费者手中是有良好的清理表现的 这个房间是咱们测试我们的系统稳定性和通行模块稳定性的一个房间 压力测试来保证它的稳定性 你有没有很多设备可以让你砍得到我们人砍不到的东西? 我们通过试播器来监控里面的一些电流 你这个是用来测什么呢? 这个是测磁场,现在跟电流是有关系的 电流比较大,这个就会比较危险 这个就会很明显的看到,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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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吗?这就是你所说的鬼 大家觉得的鬼可能只是我们的电厂和磁场电话而已 为什么手银机可以跟龟讲话? 因为你的收音机其实它是通过一定的赫兹的波来收播 然后进行绿波来解调 所以你很有可能其实只是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的频道 美国抓鬼是抓的鬼是不是一种波吗? 对,波就是一直伴随在我们的身边 是我们看不见的一种能量 所以你在我们实验室可能会抓到很多鬼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无线信号和电磁场的去交互 我们做实验室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波来可控 然后让你不管在什么地方电话都能打得通 游戏都能玩得下去 为了更了解这个看不见的波 今天我和工程师朋友一起上高铁 为了抓他们 这位是我们创测的图师 这个是我的宝贝 它是一个电脑 电脑里面会跑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测试的程序 哇,好高级 是,就是我们今天要测试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 你这是干啥? 这个是看有没有贵 它是一个高科技的方法看附近有没有贵 不相信吗?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真的,他们在网上真的买这个? 我们刷的轨迹是一个看不见 摸不着的一个信号 也是一个能量波 包括打电话 包括上网 高铁它是有高速运转的一个特性 为了保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 我们的电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高铁是一个我们很注重的一个 死网出色的场景 这些数据直直的回传到我们后台了 任务测完之后 后台服务输出测试报告 如果说数据有异常了 就会对这些产品问题进行分析 我猜可能就是你第一天知道 在美国我们有这个抓规的工作 然后就是我第一天听到你这样的工作 你觉得他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是打扰扰电话吗? 是什么呀? 只知道我想在打电话 我想打电话他这里有点是显红的 它是有灰吗? 啊,他不是 那你上天他妈电磁波而已 那你相信这个吗? 你相信这个失败可以看看信号好不好?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微信打电话肯定是最好的 我肯定想看他的那个人在里面 不管信号是什么情况下 我们又控制那个 我们尽量做成你想的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测试的目的 这个我很支持 哈哈哈 就是说有鬼那个字 我们真的不行 哈哈哈哈 中国阿姨相信科学 美国阿姨不一样 纽约时报报告 在2019的IPSOS投资中 46%的回答者说 他们做了 伤心贵 这么多美国人伤心贵 所以我们来说 这种美国抓贵的产品是假的 大家不要被骗 我们世界上没有贵 他们就是利用我们看不见的波 日常生活里的这些波 对人是没有伤害的 所以你感觉不到 就是真的感觉 Vivo工程师朋友 帮我们了解这个原理 也感觉他们为了让我们打电话 和相关 顺利 一直在跟我们看不见的波 进行交流 好 那我先去走吧 拜拜 我是郭杰瑞